字幕君 哈囉 自從上次跟朋友去吃了那個 牛肉食物之後啊 我覺得勢必要帶捷克 去感受一下這種 Buffet的 餐廳 因為捷克他很少去吃這種 當然餐廳是他自己選的 那我們今天這個餐廳呢 是在 DAN MUANG機場附近 我們趕快去吃海鮮吃到飽餐廳 就已經在我後面了 感覺很棒耶 Let's go 我覺得這間海鮮餐廳還蠻道地的 一進來這個音樂 有沒有很東北很一閃 一閃風格 因為這間 店太多local people來吃了 所以我們只能在這邊等Q 還有一組客人然後就換到我們了 等到Q了 還蠻快的 這間呢它是699 吃到飽 這裡有很多海鮮食材 哇 這看起來很棒耶 我看到很多人都烤這種龍蝦 雪哈 然後它這裡的肉比較少 貝類感覺還不錯 而且它這邊很棒的是 它都幫你調味好 好買啊 野菁啊 嗯 這裡還有些牛肉BBQ 它一樣都幫你串好了 我覺得這間店感覺還蠻衛生的 這個是蚵仔 但是還蠻小顆的 給大家看一下 夾子這樣子 大概是這個尺寸 就是它的螃蟹 它還活著 有一整隻的不拉袍 看懂 看懂去 這地方還蠻貼心 可以做一些 泰式的甜點 這間店還不錯的是它有一個 沙拉去它幫你都把 這些沙拉都倒好了 這裡有一個廚娘可以幫你倒沙拉 雪哈在後面 抓蝦 很難抓到 然後把它放到冰鎮裡面去 這個蝦子還蠻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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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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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的尾巴 它的尾巴如果說 已經沒有綠青色的話 就是好了 是不是很方便 平台咪? 南京咪? 阿羅以馬 青木瓜沙拉 可以南點 還幫你送到這邊 是不是很貼心 它其實有很多種 它有海鮮的 生螃蟹 多點了今天是最簡單的 玉米的沙拉 我點不辣的 我喜歡吃辣的朋友 可以這樣子吃 他聳戴喔 前面說這個 反正沙拉可以跟著任何東西 所以我要這樣吃辣 我剛剛去用它的那個 醬汁 現在吃吃看 很好吃 而且它很香耶 有點辣 真的好香喔 真的 魷魚好了 這間餐廳呢 忘了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這間店很多人來呢 因為它靠近海邊 所以 這間店的海鮮 我覺得還蠻新鮮的 而且它的醬汁 我覺得也不馬虎 就是 還蠻香的 而且它還有專人 在幫你做法太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棒 阿羅以馬 非常好吃 阿羅以馬 阿羅以馬 OK 開始吧 阿羅以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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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 好燙 超燙 現在吃看這個 看起來好好吃 這有點過手了 哦 這個好吃 這個好吃 這個泰國蝦呢 非常的多蝦膏 好好吃 這個叫 blapau 這就是烤魚 泰國 大家應該在路上 看到很多人 在做這個blapau 那它基本上就是把魚外面抹上鹽巴然後拿去烤 肚子裡面加香茅應該蠻好吃的 所以,Capsal 99 好爽啊 姊克現在吃的點點呢 是北托 這是它的羊肉我覺得還好 海蝦還是比較好吃 這間餐廳有個特別活動 如果你抓大蝦拍照打卡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免費的走壁打的蝦 來得太慢了 不然我就可以得到了 可惡我都吃飽了 那這間海鮮店我覺得還不錯 它的蝦子蠻新鮮的 可能是主要是靠近海邊吧 那這間環境的用餐氛圍還不錯 它的醬料也很好吃 但是它的肉我覺得還好 它沒有說真的非常驚豔 所以大家如果到這間店來吃海鮮的話呢 就是可以主導泰國蝦啦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影片 那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的泰國旅遊有幫助囉 希望我的影片不要忘記按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影片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打開啟小鈴鐺 然後按下